中国法轮功学员唐里荣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修炼后不仅家庭变得和睦 她的胃迷烂 胃出血等疾病也不翼而飞 同样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唐瑞指出 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时 唐里荣在外发放真相资料 却遭警察非法绑架 抄家 护照和身份证也被抄走 警察直接到了公司 然后当时就要准备抓他 我爸有反抗 最后警察当时就一耳光给他打过去 然后直接把他带到了警察局 然后我们当时厂里有一个房子 他们把厂里的房子的那个家也抄了 然后把我们住的地方全部都抄了 唐瑞说当时父亲被靠在椅子上 一整夜才被放回 警察还持续跟踪监控 不久后在公司担任财务经理的唐里荣 无故被开除 在8月份的时候 我爸发觉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 用不了 最后他到了警察局 警察就说就是要给你冻结 让你用不了 中共当局对唐里荣的迫害 也加剧了妻子的担心 最终在痛苦中离开人世 我母亲在4月份知道我父亲就是出事的时候 是比较担心 天天就以泪洗面 然后我因为我不太清楚 我母亲承受的东西 承受了什么 她就一直压在心里 2021年的4月份 我母亲脑袋就出样糊涂了 然后我母亲在2021年的11月份 最后离世了 直到今年2月8日 唐里荣都被非法关押在德阳市看守所 紧接着在2月20日 家属得知他将被判处4年刑期 法轮功学员唐锐希望早日营救父亲 让他与家人团聚 并呼吁各界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人权与自由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阳洛杉矶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杀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较 när我们モ养措明镜与点栏目 接着明镜与点栏目